我們來做一個火災溫度警報器 那火災警報器基本上他可能是只有測試兩個 環境的 因素 第一個是溫度 第二個是煙 那在我們的感應器裡面有溫度的測試警報器 有一個測試溫度的 所以我們可以拿來做一個簡單設計 那煙的部分那就需要有 不一樣的 感應器來做偵測 那我們這一個 專案 以 溫度來做場景 假設我們環境溫度 高過非常高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熱定他是有危險的 所以我們請風鳴器發出警報 所以你在接到這個專案的時候你要釐清你要 設計的東西是什麼 好我們的溫度過高 那警報器就下 那有時候一些創意發想 並不需要非常非常高深的 一個 知識 我們常用的也是 我們習慣 知道的一些簡單的知識背景就可以 所以我們程式怎麼樣 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我們要測試環境溫度過高 是不是過高 是風鳴器下 不是 就反覆的偵測 反覆的偵測 那你知道這樣子的一個設計過程 你再回到我們的 Squatch 2 或者Arduino裡面去做開發 那你會得到比較快速的一個解答 而不是一開始就 急著要去設計這個程式的流程 好這樣子的專案執行 請大家記住 好那我們 我們連上Squatch 我們的連線程式 更多記憶目裡面 事件一開始我們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好我們要做一個感應器然後做一個什麼 反覆的偵測 一直到 好所以重複執行 一直到什麼事情 好記得我們這邊的 設計 那如果你覺得這不好 那應該什麼 重複執行 如果 怎麼樣 就怎麼樣 好 如果 溫度夠高 就怎麼樣 你有這樣子的想法的時候你程式碼就會 執行的比較順暢 你會知道怎麼去 執行你的程式碼 好那我們回到我們的感應器 我們這邊有一個溫度感應器 好溫度感應器這個 那我們還需要一個風明器 所以我們需要兩個 我們需要兩個裡面那我們要需要兩條線來接 一條線接上 我們的 溫度感應器 另外一條線接上我們的風明器 另外一條線接上我們的風明器 我們都是把深色的線接在 GND上面 好風明器我們把它放在 角位 9好了 我們就把風明器放在角位 接在角位9 那我們把溫度感應器 好接在 A0 好我們把溫 A0 一個是9號角位 好這兩個來做設計 好所以我們要啟動的是什麼 第一個 數位角位是什麼 9號 我們要當風明器記得 做什麼 PWN 那風明器要想 就是把角位 設計 9號 數值 超過100就可以了 那 想多久要停 停是0 那中間呢 我們要讓他想多久 假設 讓他想3分鐘 180秒 我們這邊為了 不要讓他想那麼久 我們故意 測10秒鐘好了 就幫他停 那如果 怎麼樣 大於怎麼樣 那我們接下來要測 我們的溫度 這裡 故意 故意放了一杯熱水 故意放了一杯熱水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溫度感應器 他會 跑到多高的溫度 那我們就讓我們的 這個 Squatch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的 A0 感應器是接在A0 輸入 請你告訴我A0的 什麼 值 A0的值 現在590 現在590 離開以後他會低於 這樣子 現在我這杯溫溫的 開水大概590 所以我設計呢 他大於580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環境溫度 假設他大於什麼 580 80 就請風名氣叫 誰大於580 A0的值 大於580 A0的值大於580 就請他發出聲音 你聽得到現場環境 在教室因為 我現在 把我的溫度感應器碰在 杯子上面 然後風名氣就叫了 離開 那他會叫多久 叫10秒鐘 10秒鐘之後會停掉 那停的時候像我這裡 他還是出了一些trouble 停的時候 停了以後 這是沒有 那我們 如果你怕 還是忘記 他的溫度多少 你可以讓貓咪持續告訴你多少 溫度 那現在來說 我的 溫度 離開了杯子 所以他不叫 那我再碰上去 好他又叫了 那這樣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溫度警報器 如果你放在天花板 天花板上不可能有這麼高的溫度 有這麼高溫度一定有問題 那需要 主人來特別檢查一下 所以你可以發出一個警報 讓人家知道說 我這個時候 你應該注意我 我們這設備 所以 火災警報器這個專案 你可以 參考類似的方式去執行 先把 問題 理清清楚 最好 有一個設計圖 然後再來做什麼 程式碼的設計 這樣子你會得到比較 正常的 或者比較快速的 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或者一個專案